今天我要给大家说的是我们这门课的主要研究对象 也就是说我们整个这门课 他在研究什么 他实际上研究的和我们中学一样 还是函数 那么函数这个定义 大家在中学就已经很熟悉了 我们简单的来复习一下 如果有两个变量 一个X一个Y 那么他们通过一定的规律 那么这个规律就是我们后面说的这个F 那这样的话 从X经过F到达Y 或者说任给一个X都有一个Y和它对应 那么这就是函数了 那么它的三个要素 大家在中学就很熟悉了 自变量 函数关系 因变量 在这里呢 我们主要想给大家强调一点 我们也做一个类比 实际上什么样的是函数呢 我们说像这种 这种是什么呢 这种是如果多个男生喜欢一个女生 好 是函数 一个男生喜欢一个女生 也是函数 但是你如果同一个男生 喜欢多个女生 那么这就不是函数了 也就是说 多对一 一对一 这个是函数 一对多 不是函数 大家其实 掌握这一点 我想函数这块呢 就没有更多可以难住大家的地方了 我们接下来呢 是想给大家介绍一下 我们这门课里一些常见的函数 这门课我们首先 最常见的 就是 也是中学大家比较熟悉的这个数列 数列其实是一种特殊的函数 我们还有一个名字叫整标函数 从它字面 大家就发现 整标 那就是以整数作为下标 这样一个函数 以整数作为下标 其实如果你把它写成标准的形式 Y等于FX的话 你就会发现 其实这里边 它主要特殊就特殊 在这个字边量 X呢 只能取正整数 这是数列 除了这个数列之外 我们还定义了 这样一个概念 叫基本出等函数 记得吗 出等函数呢 这里边有很多类 它包含什么呢 包含长指函数 密函数 指数函数 对数函数 三角函数 以及反三角函数 大家看到这里边的函数 都是大家中学 学过的 当然可能有一个不熟悉的 就是这个反三角函数 有的 同学呢 在高中学了 有的没学 那么这些呢 是我们 这门课里面 也是比较常用 常见的函数 需要大家熟悉它的图像 知道它的定义 值域 我们分别来看 三角函数呢 我们主要需要掌握的 就是这四类 反三角函数 反三角函数 那么也是四类 那就是 由于很多同学可能在中学没学过 那我们把它的图像给大家简单的画一下 大家都知道三角函数和反三角函数呢 它们是关于y点1x对称的 但是由于你比如说拿y点3x来看 它是一个多对1的 你如果关于y点x对称完以后就变成1对多了 1对多我们知道不是函数 所以我们就选取了一个区间 那这个区间呢 我们是1对1的 那这样的话 你取它的反函数也是1对1 就没有任何问题了 那我们来分别看一下 它们的图像 好了 对应的这几个的图像 分别是什么样子呢 我们来看 这个呢 就是我们说的 Arc 三角函数的图像 从 注意 它的定域 就是 就是 Y点3x的值域 所以它是从 负1到1 然后这个呢 是从负2分之π到2分之π 除了这之外 还有 Arc cosmx 那么它的图像是这样 同样 它也是 从负1到1 这是0 然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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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来画一下它的图像 那么我们 也是选取的 负2分之π 到2分之π 这样一段 tnx的图像 然后 然后关于 y点x 对称 得出来 这是它的 值域 定域呢 是负数大到正乎区大 还有 y点2 Arc cosmx 这四个呢 分别就是 反三角 还是图像 我建议大家呢 刻下 自己去 画一下这个图像 怎么画呢 你就把这个 sinx 关于y点x 对称 就可以得到它图像 cosmx 也是 选取它 0到π那段 关于y点x 对称 去画它 这样的话 你才能对这个图像 比较熟悉 便于我们 接下来的学习 好了 除了 刚才我们 介绍的那些 最基本的 初等函数之外 我们这里 还有一个重要的概念 叫初等函数 少两个字基本 那肯定比它 范围更广了 那它实际上是由 刚才的那些函数 经过 有限多次 复合和四字运算 得到的 大家注意 这里面 我们需要强调几点 第一点呢 就是这个一定是 有限多次 如果无限多次 比如一加二加三 一直加到n 再往后 无限的加下去 这个并不是 出的函数 另外 四字运算 大家都比较熟 就是加减乘除了 复合 我们来复习一下 比如说 y等于fu u等于gx 它俩 复合就得到 y等于fgx 这当然是复合一次 你可以有限多次 那这样的话 刚才那本来只有几类 但是你经过有限多次 又复合 或者是做私自运算 那么整个函数的种类 就变得非常丰富 那也就是说 我们这门课实际上 主要想讨论的 或者说 就是这类函数 当然你还需要知道 什么是非出等的 非出等的 当然就是不满足这个定义 多数我们比较常见的 都是分段函数 这个大家可以刻下 作为思考 来想一下 分段函数 是不是就一定是非出等函数